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查我说这谁啊 我才发现这个孩子在北航张新阳 他是当年全国 就到现在为止也是 全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 年龄最小的硕士生 年龄最小的博士生 16岁 神童号称神童16岁 其实他爸爸妈妈也挺穷的 好像就普通公务员 也不叫挺穷 就一般收入吧 一般收入 反正就是全为了孩子 就是培养他 培养他 这孩子还挺干嘛 我看他们找的一些访问 比如说这孩子还挺在课堂上 就问老师 老师我牛不牛 我牛不牛 他能这么问 而且这孩子你看 你没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16岁跟这些博士们在一块了 这些博士们可都对20 30 40了吧 你看年龄差的不一样了 所以他这么小的年龄 他跟他们在一起 他觉得生活需要什么 这个文道看了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触 我觉得这个小孩 就是一方面是很典型的那种天才少年 为什么说典型呢 因为我见过一些这种天才少年 就是年纪非常小 在读大学 年纪非常小 在做学问 读博士 好像经会前几年 就有个数学系的 他们都有个什么特点 就是说他们的某些方面的智力上的发展 特别快 但是问题是他的社会经验 其他方面 情商 跟人相处 这些东西 其实跟不上 那所以会出现什么问题 就第一 就他们有时候说话会特别直接 比如说问老师 我牛不牛 或者说十几岁 这么公开的叫爸爸给他买房子 这话 如果你稍微大一点 你就知道这么说出来很难听 但他没有这个计较 对 你说这个 我还想起来就好比 有时候老师在课堂上 他好像数学很牛 老师在课堂上 比如讲了一个什么欧拉公式 他天天天 他一个人站起来 就鼓掌 或者说你为什么鼓掌 他说 我觉得跟我以前学的很多公式 融会贯通了 你说这看上去 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是吗 但是呢 是有这种状况 你说他情商什么的 他现在有点超现实 他可以说 博士有什么用 我都有房子 我找女朋友 你知道吗 但是他提出的是我父母亲 你过在北京买他房子 这不超现实 这怎么会超现实 我的意思就是 很现实 超级现实 对 超级现实 他不是个孩子 但这一方面我觉得也很正确 因为今天孩子不都是想这些事吗 你今天碰过哪个大学的小孩 不是跟你谈这些事 都一样吧 对 而且我觉得 不愧是神童 他太了解 觉得在中国博士不值钱吗 博士算什么 你一个博士 你没房没车的 你跑去找女朋友 有用吗 没用啊 你还是得要 有车有房才管用吧 不过说到这点 我觉得最有趣就是 我过去在很多地方 跟一些年轻朋友都在聊 我说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今天中国年轻人 都想那么紧张的 要有车有房 那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 那是因为他们如果没车没房 找不到老婆 或者将来生活没保障 然后当我说我没车没房 我觉得我活得很好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说 那是因为你在香港 你隔岸关火 你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 但是再说下去 我就最不明白的一点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都目睹了 改革开放以来 30年中国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怎么变 他大概三四年 五四五年 就会有一次很急剧的变动 对不对 你回想五年前 我们想不想得到 今天中国会成为世界上 这么举足无亲重的角色 想不到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 今天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必须有车 必须有房 这个必须 是来自于你过去 三四年的经验总结 跟归纳 你过去这几年的经验 是过去几年的现象 十年前都还没有这些事 那你又怎么知道 未来五年 它会变成怎么样 你延续五年之后 中国的这个油价 高到一个不升负荷 你有车都没用的地步 延续五年之后 房产泡沫就爆掉了 你哪知道 所以我不明白 是为什么我们能够 从那么有限的短时间 归纳出一个 人生必须要做的一个规律 为什么呢 文道是从重的方面来讲 我们不妨又把它铺开 从横的方面来讲 你要是对于日本的 香港的 美国的 或者欧洲的 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来说 没有人把有车有房 作为自己必定的生活要求 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 不要去讲它 他们没有觉得 我必须要有 绝大部分这个年龄的人 在欧洲都是租房的 在美国也是 在香港其实也是 也许香港还有房子 有点压力 很多人想买房 想上车 买车根本就想 也不用想 就是说你有 固然好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必定的 他们什么东西 是他必定要有的呢 就是jobs 工作 就是工作是 他必定要有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 我没有college life 就我没有进大学 我没有一个工作 我在失业 这个是我要向社会抗议的 我没有房子 没有车子 你向社会抗议 是没有人统计你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的这个要求 这个天才少年 提前发出来的 全社会最有共鸣 这个要求 无论在横在重 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 对 站不住脚吗 当然站不住脚 但是我有时候觉得 这是社会所无法复合的 这是目前最近几年 中国的社会主流媒体 包括家长 包括社会的管理者 给老百姓的一种虚幻的 一种 就其实是不应该有的 这么一种社会企业 对啊 那我讲很俗气的 这个这方面 那比如说一个二十几岁的 很漂亮的妹妹 对吧 他嫁给一个中年人 中年人马上就能给他 提供房子 对吗 那他何必要选择 他的同学呢 又幼稚 又什么都没有 那么 但是他的同学有青春 他家到他到中年的时候 也许房子比那个中年 他不等啊 他现在就享受了 他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那你还可以找到八十岁的 那现在还有更大的名的 那你女的你也做出牺牲啊 因为他不会跟你一起去打网球啊 他没有那么多的力气 陪你爬山啊 他有心脏病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世界上 这个男的也一样啊 那你也可以找四十多岁的女的 你下次马上就有房子了 你那天才少年 也可以找中年女的 这种是你人生自己的选择 天才少年说了 天才少年说了 他爱看一个电视剧 叫裸 不是 不是有个电视剧叫裸婚时代吗 他这个天才少年啊 先看这个 他喜欢看《非诚勿扰》 他说那个里边能够了解很多价值观啊 然后呢 他又喜欢看这个《蜗居》 他说他看了这个《蜗居》以后啊 张欣扬啊 更是觉得要成功 成功要有物质保障 要有房子 可是记者说 现在大家不都看裸婚时代吗 另一部电视剧 现在不都提唱裸婚了吗 天才少年沉默了几秒 轻声的说了一句 最后不还是 devoce吗 最后不还是离婚了吗 说这个电视剧 就是 原来这些大众剧啊 这种电视里的这种通俗的东西啊 真的产生社会影响哦 我觉得是这个年轻的 他其实比较单纯 他真的是 或者说有那么多人 对 不是那么多人会看电视剧 就直接受他影响 这通常是做宣传部的人 他们脑子里面 会不会是他这些同学 二三四十岁的这些个博士们 人家都解决了这些个问题 或者相比之下 他觉得自己的零花钱太少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整个世代的人的集体的共识 就我反而好奇 就因为刚才 比如说我从重的方面讲 只能很多方面讲 都指出今天中国这一代人 觉得要有车有房 这个观念 是很奇怪的观念 你回想文韬你自己 你二次来睡的时候 有想这些事吗 没有 对不对 我上大学 你在想做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能够做到我好 对不对 做一个我喜欢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刚大学毕业 住单位里分的单身宿舍 还是跟大学一样啊 几个人住一个房间 所以你看中国变化多快 对不对 你从这个过去十几年 你自己走过的轨迹 你就看到中国变得太快 快到一个程度就是 你很难把几年的经验 上升为一个几十年 可以不变的规律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这些年轻还要这么做 这就我们要问的就是 为什么这一代人 会有这么一种集体的压力 集体的共识 这里面潜藏一个东西 就我觉得中国特别容易给年轻人某种集体化的倾向 整个中国人就是集体的要做什么 集体的怎么样 你比如说我另外一个常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去每个大学演讲或者去教书座谈 每回几乎每一回都有年轻人说 梁老师你能不能引导我们一下 我们年轻人正确的什么什么方向 正确的阅读方法 我很少在别的地方遭遇有十来岁的年轻人 会叫大人去告诉他正确的什么东西 要引导他什么东西 怎么我们都那么想被人引导 这真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什么叫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就是懂得把一件事和另一件事分开 就是你知道缺乏科学 我觉得你说这个我们很多时候有一种思路 这个思路甚至表现在文化管理上 当年这个王蒙老爷子也是说 他就说咱们国家也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包括很多官员有一种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我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个案推广式 就比如说如果他可以 如果他能穿喇叭裤 那全国人民都穿喇叭裤怎么办 如果他不吃早餐 那么大家都不吃早餐怎么办 实际上永远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可是你看我们很多的管理者 他是这个思路叫防危杜鉴 或者说扼杀在摇篮之中 或者说他只要有一个人这么干了 甚至你比如说这几天说的这个事 我都觉得说咱们道德败坏滑坡 有没有这个东西可能有 但是有没有这么严重 你比如说这次老太太服了 老太太冤枉你了 老太太说你干嘛了 你看我们整个舆论的环境 就是这个社会不能救人了 其实后来我问一个美国人 美国人说我要碰见这种情况 那就是我壮彩了 我该救还是救吗 这个外人是稳稳当当的 不会动摇的 对吗 你碰这种事情就跟仲采了一样 你看我们就会觉得 这事发生了 南京捧雨案 我们的中华民族道德完蛋了 以后见老人谁都不要服 他往这儿聊了 你知道吗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他那个全款买房子这种 这个表面上形式很像美国梦 这个中国梦 我们顾前称之为 他说今天的青年人的中国梦 很像美国人 就是有车有房 但美国梦的一个条件是 你是什么都没有 个人奋斗 有车有房 成功了 而中国人现在 希望你爸妈给你全部提供 区别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不能怪现在的青年人 社会现实告诉他们 他们看到了他们父母这一辈 也在靠着他们的父母 的社会资源 拼爹嘛 对 就是说你爸李刚 李刚的爸又是什么 他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他周围看他的同学 谁靠爸 谁的关系就强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单靠 我们讲青年人的道德修养 不能单从心态上去讲 还要从生态上去讲 那你说的好 生态 还是从那个社会 生态逼得他死的 觉得他 比方同学一般出来 五年以后毕业了 当然是有能力的差别 但更大的差别 是因为你原来的 这些背景的差别 一下子拉得巨大 那么他产生了一种想法 你看我job有什么用 我degree有什么用 我博士有什么用 我最终还是有很多人 现在开始很争气 包括我认识 有些干部的子弟 开始很争气 他不要父母的这些东西 他到外面去拿学位 拿了名校 可是现在乖乖的还是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 他在外面是一个普通人 他一回来 他的所有的关系都活了 很多国际的大公司 都来找他 很快 他的大公司也不愿意做了 因为他自己做 就有很多的社会资源 那你想 你做他的成功旁边 别的读书 跟他读得一样好的人 心里会怎么想 那就是小天才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纪 为什么刚才我说 他很现实 他也说得对 他也说得对 他没错 今天中国社会的确就变成一个 重新世袭化 贵族时代的社会 就是开始越来越清楚 就比如说 有些机构 一个电视台 或怎么样 你看得很明显 就同样有能力的人 最后被选进去 能够在里面工作 一定是父母 不晓得是什么人 一定是有背景 那你如果所有最重要的领域 跟行业 都是一群年纪 是有背景的年纪 在那工作 将来这个国家 你就大约知道会怎么做 我就跟你说 我个人的深切体会 我们真的还是一个特权社会 而且是非常特权的特权社会 而且这个特权的程度到了什么 没有人能够离开这张特权之网 就包括我自己 你知道吗 我就为什么体会 就是说 你在中国 因为资源是紧张的 人口是众多的 是拥挤的 你就 你出门三件事 你哪怕是给家人看个病 马上你就发现这个特权 你得有一些关系 你的这些关系 其实本质上都是特权 有人就好办事 不管你是出了事 还是怎么着 你们家有个病 有个灾 这孩子上个学 任何一点点的小事情 你知道吗 你都没有办法 你像我们就是说 在香港 我就发现 好比我去办个证 对吧 我去办个证 他规划的很好 你排队 每个人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很少见 你就把事都办了 对吗 可是在内地 你去办个证 你托个人 你都不用去就拿到手了 你不托个人 你去弄 你就办不下来 马拉松一样 你办不下来 所以在内地要做人物 在外面你就简单做个人 对 我就不否认了 连咱们这个小 有点名气的人 你确实有方便 人家就是 你有这个 你也感觉到 为什么你有时候 在节目里 你讲起来你嘴短 你在生活中 你避免不了享受 别人给你的特权和照顾 所以很多人就说将来 比如说亚洲两个大国的发展 讲印度 很多人说印度的软肋在哪 就是他这个种姓还在 我觉得这个说法就忽略了 我们中国有种不亚于种姓制度 没有种姓制度 那么刚性的外貌 但是其实实质可能有过之 而不及的一种特权制 但是我又想讲一点稍微积极的 我觉得这位叫什么 张什么 张新阳 如果他真是天才的话 他就应该能够超越这些 因为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传统 从汉代后来 一直是中央当权了以后 中央王权了以后 下面的这些重臣 这些战功的将 他们的子女就发展出很大的势力 然后历代就有一个中央要跟他们斗争 要收回这些子女 他们在那里掌握的很多权力 这个斗争 可是一直有一条补充的线索 就是科举制度 那些人什么都不是 他们就靠读书进入 而且每次皇权都把权力交给他们 我总觉得像他这样 像他们这样好的条件 总觉得我觉得应该超越 我为什么讲这个话 我这次碰到这个 北京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的院长 袁振国 他也是我们华东师大的校友 他讲了一个数据 他们做了一个统计 近多少年来 中国不是一直有状元吗 每个地方高考都有最好成绩 累计起来一共有3300个状元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100个最好的科学家 100个最好的艺术家 100个最好的政治家 100个最好的经济家 就是社会成功人士 搞了一大批 就调查出来的应数局 3300个人里面一个也没有 就是这么多的状元 考试考得很好的 后来真的有成就的 一个也没有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 当然说明教育制度里面有问题 应试制度有问题 但是也说明 天才容易夭折 要是你很小就觉得自己在做天才了 家里人都当你天才了 你实际到了社会上 你禁不住 那还不一样 因为考试的天才 跟我们一般的要求天才是不一样的 他这个说的基本上也还是考试的天才 他到目前为止 还是考试的天才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想介绍一下 这个高晓松 我昨天看他对房子的一些言论 当然现在他是住在法院给他提供的房子里 是吧 但是就说高晓松 也是个出路 就是他过去一向是看不上年轻人 就是这个买房子 甚至也看不上成年人要买大房子 我原来跟我聊天 就讽刺这个 然后你想 他说的一些话挺有意思 他说一套房子会限制你所有的行为和决定 我现在就体会到这一点 你在这买了房子 你这个人挪窝就是个问题 但是生命在于迁移 你得跳槽 你不一定永远在凤凰 或者不一定永远在一个地方 对吧 然后他就说普通人买房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父母出钱资助 这种人基本上前途和发展被父母控股了 看这个词控股 他第二种人是牺牲了太多的发展机会 典当梦想来成就一套房子 他们购买的其实是内心深处的安全感 他说他们家挺神的 他说我妈现在还在全世界旅行呢 我妹妹骑着宝马摩托 骑到非洲摩托坏了 然后就地在非洲的村里住着 当了四个月导游 然后给他哥哥打电话 说哥哥 我骑宝马摩托到非洲旅游 他说我妹妹为什么能骑宝马摩托 在非洲旅游呢 因为他没买房子 他说我也没有大房子 但是我已经去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 有时候我在欧洲我碰见一个乐队 我就给他们弹吉他 在街头在丹麦在哪 我们就有唱有那么一点收入 我就接着玩 然后什么后来我又去了洛杉矶 我也没有什么大房子 对吗 租能租就租 他就说美国人年轻人 大多数不都在租房子吗 让自己的梦想在全球挥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买房 最主要的理由 就我不想被这个东西限制 可是我仍然想说 中国年轻人那种集体倾向很奇怪 因为今天一方面 每个年轻人你跟他们聊 喜不喜欢有个性 大家都说要有个性 穿衣服要有个性 微博上说话要有个性 要惹人注意 但是在人生最重要的抉择上面 他们放弃了个性 你同代的这种年轻人 比如说在很多国家 美国年轻 日本小孩 香港小孩 你去问他们你想做什么 每个人都会说 我想make a difference 我要让世界有点不一样 我要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在中国的年轻人 在最重要的问题上 放弃了跟别人不同的想法 而都想跟别人一样 对都想别人 别人怎么样 我也怎么样 别人都有房子了 别人都有都娶媳妇了 别人都结婚了 我也该了 就是这样 好奇怪 同学之间聊 不都是互相娶其 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现在当时收入了 我们下期的一个人 可以意识到 我们下期待